HELLO 大家好,今天是健康連線,我們邀請到的是張立仁醫生,張醫師好 大家好 這次呢,我們想要請教的是關於大腦排毒的問題 像我們日常生活中有大概八萬多種的環境服務 譬如說像重金屬啦,或者是擦蟲劑 請問張醫師,這些毒素會對大腦產生什麼影響? 這些環境毒素一方面會導致大腦慢性發炎,而產生形形色色的大腦症狀 另外一個更可怕的事實上是會破壞我們腦細胞栗腺體 栗腺體的話其實是我們細胞的發電廠 當你細胞的發電廠被環境毒素破壞以後,整個細胞就停電了 那最嚴重的話甚至會導致細胞的死亡 所以研究都發覺到說,不管是你透過殺蟲劑的暴露 或者是抽煙暴露到這個環境毒素都可能引起阿茲海默症 那暴露殺蟲劑也會導致這個發精神視症 那小朋友呢,如果說接觸到塑化劑 那研究發覺到說,當他尿液裡面的塑化劑代謝物 濃度增加一倍的時候,智商少兩分 這還是我們台灣國家衛生院的一個發現,所以這是很嚴重 那另外的話,就是媽媽懷孕期間,如果說不用止痛藥 研究也發覺到說,以後小孩子出生以後 比較容易出現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所以這些環境毒素的暴露,確實是會產生神經的危害 甚至包括像憂鬱症、焦慮症、甚至自閉症 這種現在原因不明的疾病 很多都發覺到是跟這種環境毒素的暴露有關 那想要再次的張醫師 那如果我們想要減少大腦對被毒素的影響的話 那我們日常生活中應該注意哪一件事情 事實上最重要就是避免接觸這些環境的毒物 當然最常見可能是二手煙 那或者是抽煙啊,然後樹化劑啊,有機農藥的 就是有機靈農藥的這些暴露 但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我們應該要提升我們的解毒能力 而這個解毒能力最重要是由肝臟負責的 那我們一個人什麼時候解毒能力會變差? 第一個其實是遺傳的,因為有百分之十的人 他肝臟的有一種很重要的解毒酵素 是專門代謝藥物跟農藥的這種解毒酵素 能力會變得非常的差 那這會導致說他在吃藥或接觸殺蟲劑的時候 產生大漾的炙油肌,而長期的毒害了身體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呢,有些朋友常吃這個炭烤 然後呢,常常吃高溫油炸的啦 那這裡面呢,其實還有很多的多環芳香菌 多環芳香菌以及丙烯細胺的這些毒物 那以及說呢,有些朋友就是曝露在空氣污染當中 因為有一氧化碳、鉛、PM2.5這些 那或者是真的是接觸到農藥 這些都是會導致肝臟解毒功能變差 那另外的話,有些朋友有B肝、C肝的代源 或者是根本都有肝炎的發作 那或者是脂肪肝、肝硬化啦 這個肝腫瘤這些都會大大的減少那個肝臟解毒效助的功能 那最後呢,引起大腦的一個慢性發炎 那以及如果說觀眾朋友,你有這個便秘的一個問題 大家要注意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候可能呢 這個腸道裡面的一些毒素會 毒素的話會重新被腸道吸收回身體裡面 那又馬上經過肝臟,毒害了肝臟 所以長期的這個便秘其實也是一個 大大降低我們的解毒能力的一個原因 各位觀眾朋友 最關心的應該就是影殖的部分 所以想要請問張醫師喔 如果想要讓大腦排毒的話 那我們日常飲食應該多補充哪些營養 在飲食當中有一種物質的 是特別能夠提高肝臟解毒功能的 它這個叫做綠花椰菜 綠花椰菜它是屬於十字花科的食物 含有這個蘿蔔硫素 那蘿蔔硫素的話呢 真的是非常有效能夠提高肝臟解毒功能的一個質化素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呢 聽眾朋友要多吃綠花椰菜 或者是說適量的使用這個動物的肝臟 那這些的話呢 是有浮光肝臺能夠增加肝臟解毒酵素的功能 那另外的話呢 多吃像橄欖油或魚油也可以幫助提升肝臟 甚至是腸道的解毒功能 那事實上呢 在顴骨跟蔬果當中有非常多的膳食纖維 可以呢 增加我們腸道裡面的好菌 那當你腸道好菌多的時候 事實上這些腸道好菌就是幫助你呢 去分解這個環境毒素 甚至你腸道裡面呢 的這種異常發酵產生的這個毒素 好菌能夠幫助你分解 所以呢 當你在吃蔬菜水果吃這個膳食纖維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像養寵物一樣養好你的好菌 它就會幫助你把這些環境的毒素把它消滅 飲食之外的話 其實還有一點事實上是多做有氧運動 如果你能夠多流汗的話 那這個流汗本身也可以幫助你把這些環境毒素 甚至重金屬派出題外 各位觀眾朋友趕快把這些好的蔬果呢 帶進你的菜單裡面吧 今天謝謝蔬醫師跟我們連線哦 不客氣 蔬醫師跟我們連線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